第四章 第一个我们介绍 Laplacian equation 如果我们把 E等于FuGradent的V 带到高斯定律的 微分式里头去 那这个式子就变成 Laplacian V等于FuRho over Epsilon Zero 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我们称它叫做Poisons Equation 它的用途就是说 我们知道空间 电荷密度的分布 然后配合边界条件 可以从这个式子 解除Electric Potential这个函数 那么如果这个空间 电荷密度等于零的话呢 Poisons Equation右边就是零 那Poisons Equation就变成这个形态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Laplacian Equation 它可以用来 解空间的电位 但是要配合边界条件 好 现在我们 接着就要讨论 我们将如何从 Laplacian Equation 解除电位函数 Laplacian Equation 我们先看从简单的开始 如果电位只是一个变数的函数 就是在迪克尔坐标里头 它仅仅是X轴的坐标的函数的话 也就是V等于VX的时候 那么Laplacian Equation 这里本来有三项 Partial Square V over Partial X平方 加上Partial Square V over Partial Y平方 加Partial Square V partial Z平方等于零 因为V里头仅仅只有X 没有不含有Y跟Z 所以那两项都是零了 只剩下这一项东西 那么我们要解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积分两次 因为我们知道的是 Potential的二次导函数 如果要解除Potential函数 那它要积分两次 积分两次 它就有两个积分的常数 这两个常数呢 就是由所谓的边界条件决定 那什么是边界条件呢 那以下我们就介绍 如果电位函数的曲线 它两端的电位是固定的 就是说我们指定它 两端电位是什么特殊值 是一定了 那么这两个 就是它的边界条件 或者说电位函数的曲线 一端它的电位 是某一个特定电位 以及这一端的导函数 也是一个特定的导函数 导函数就是说 电位函数在这一点的斜率 斜率也是固定的话 那么这个固定的电位 跟固定的斜率 就是所谓的边界条件 或者是说 电位函数曲线 某一端的电位 只有一端 某一端的电位是指定了 另外一端 它的导函数 也是某一个特殊值 那这个也是两个边界条件 一定要有两个 但是不可以只给一端的指定电位 或者只给一端的电位导函数 这一个不行 一定要两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边界条件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解出来的 Laplace Equation 这个函数V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 Laplace Equation的这个解 它有什么特殊的一个熟性 我们来看 我们首先把它的边界条件定出来 因为你要积分两次 积分两次的话 第一次就是DV over DX 等于常数 DV over DX 它是等于一个常数 M 然后再积分一次 4就是MX加B 积分次出来了 有两个常数 这两个常数 要用边界条件来决定 我们假设 边界条件是 在X等于1的地方 X等于1的地方 它的potential是4个V 就是4 4个V 我们这里就是用一个 我们没有用单位 就是1的时候V是等于4 X等于5的时候V是等于0 那这两个就是它的边界条件 在X等于1跟X等于5 这就是它的边界条件 就是它的边界的位置 那我们就把这两组 直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那我们可以解出来 M等于-1 跟B等于5 你这两组带进去 它有两个方程式 两个方程式 可以解两个位置数 我们解除M等于-1 B等于5 于是potential的函数 就是这个-X加5 我们看看 这个就是所谓的 laplastic equation 它的解 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我们把这个图形画出来 这是X轴 这个是V轴 X等于1的时候 V等于4 这个是一个边界 X等于5的时候 V等于0 这是另外一个边界 好 那现在我们看 如果我们在X等于1跟5 就是两个边界的位置当中 随便找一个值 这个值一定介于1跟5中间的值 那么在X加a这个位置的potential 跟X减a这个位置的potential 它的平均值 就是两个加起来 被二出 正好是等于Vx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某一点 某一个位置的电位函数 是它两端 两端电位函数的平均值 就是说它不会比 它的值 一端的值更大 也不会比另外一端的值更小 所以在边界范围里头 Laplace Equation的解 不得有极大值与极小值 不得有这个 极大值与极小值 必定出现在电位函数的两端 出现在这两端 这是等于1 这是最小 X等于1 V等于4 最大 X等于5 V等于0 这个potential最小 那一定是介于 就在这个当中的话 你这个值不可能 V不可能比4大 也不可能比0更小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Laplace Equation 就是Laplace Equation的解 不得有极大值与极小值 因为极大值跟极小值 必然出现在电位函数的两端 这个要记住 接下来我们就看 二维空间的Laplace Equation 假定 在迪卡尔坐标里面 电位是X跟Y坐标的函数 于是gradient V 这是Laplace V 又漏了一个东西 Laplace V要等于这两个词合 Laplace V 那我们就解这个词子 这个词子呢 我们将来会给各位介绍 我们用的是分离变数法 因为V同时还有X跟Y 所以解这个词子的时候 解这个equation的时候 我们是用分离变数法 分离变数法我们得出来 不像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一维的 Laplace Equation的解 一维的Laplace Equation它的解 就是VX的MX加B 它的形态 通解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看你这个边界条件是什么 那它的M跟B不一样 可是解二维的 这个维分方程的时候 那这个V呢 通常它的常数 不只有一个 特别是当V 它是所谓的斜正函数 斜正函数就像Sine Cosine这样的 它的值是周而复时的 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重新 就是说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里头都是一样的 那因此呢 它的Solution呢 就不止一个了 假设V的解是X跟Y的 斜正函数 就是函数只呈周期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这个V 解的时候 它的这个积分的常数 就可以有任意一个 多的时候可以到无穷多个 无穷多个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像 一维的那样 那么简单写出来 好 现在我们看 假如它是斜正函数 像Sine Cosine 因为它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的值 都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 借着数值分析法 我们这里只要用这个 我们不去讲它 它的电位有以下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它就告诉我们 在X跟Y这个地方的potential 它的potential是 以半径为R的这个圆周 就是以XY为圆星 半径为R的圆周上面 圆周上面 它的potential的值 的一个环境 就是一个 封闭入境的 积分 的平均值 你把这个周围的 这个电位 每一个地方的电位 称上一个DL 小小的一个长度基数 每一个都这样做 然后把这些全部加起来 就是积分 然后被全部的长数 圆周长数来除 那就等于 就是被2倍R除 我们发现 这一点的电位 是以它为半径 周围 这些空间的电位的值 的平均值 那这个意思表示什么呢 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的电位 它的最高值 不会比这个地方的 某一个最大值更大 你的最小值 也不会比 这个周围的空间 任何一点的 最小值来的小 也就是说 这一点的电位 不可能有 极大值 比这个周围更大的值 也不可能有 比这个周围更小的值 那这个不就是 跟我们前面讲的 一围的情况一样吗 假如这个圆周 就是它的边界 它的边界的话 那么这个边界里头的值 不会比边界的值更大 也不会比边界的值更小 所以四中的积分 就是说绕着 XY点 这里说过 做环场期 那么 这个平均值就等于 中间这个位置的 电位函数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说你这个 空间任何一点的电位值 不会比它的边界值更大 也不会比它的边界值 最小的地方更小 那这一点就跟 一围的拉普拉斯的解 有相同的地方 好 现在我们来看 三围的拉普拉斯方程 这是三围的 这又漏了一个V V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就看 以下的特性 他说任意位置的电位 是以该位置为球星 半径为R的球面上 各点电位的平均值 就是说你在空间随便找一点 这一点的电位 一定是它周围空间的 一个球面的平均值 这个球面的球星 就是在这一点 等于我们会证明出来 那我们写出它的equation 就是这样子的 V 我们在周围空间 取一个球面 任意的一个球面 半径大小随便你 那么这个球面上的potential 乘上面积激素 把这个球面上的值 全部加起来 被球面的面积来除 这就是它的平均值 正好就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球星的电位 就是球星的 周围电位的平均值 就是球星的电位 所以这个时候 那也就是表示 你这个地方的电位 球星的电位 不会比它球面上 最大的电位更大 也不会比球面上 最小的电位更小 所以极大值 跟极小值 这个电位 一定存在于边界上面 我们现在要证明 说我们空间 如果有一个点电和Q 它在这个空间产生的 会产生电位 那么我们要证明 它在这个球面上 产生电位 它电位的平均值 对这个球面的平均值 是等于球星的电位 好 现在我们看 Q在这里 那么在球面上 某一个位置 距离这个地方 是S元 它的电位 根据点电和的电位 应该是这个值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 这个电位 这个地方的电位 乘上这个地方的DA 那么这个DA呢 就是等于 这一段的长度 R乘上Dθ 还有这一段的长度 就是Rsinθ D5 D5 积分 积整个的面 看看它的值是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用迪卡尔坐标 配合这个球坐标 因为我们这个DA 是球坐标上面的 我们把这个S 用这个三角形 的余旋定理 用Z跟R来表示 S等于Z平方 加R平方 减2ZR Cosθ 那么它的平均值 平均值 那就是V乘上DA 那就是V乘上DA 对球面做面积分 然后被4πR平方来除 4πR平方在这里 那这个面 上面的电位 我们刚刚说 是等于4πY0 分之Q 然后S呢 S用这个带 它是S分之一 就是负二分之一次方 然后乘上DA DA是这个 然后积分 D5积分 然后这个是 θ积分 5积分 从0到2π 5你要积这个球面的话 0到2π θ的话是从0到π 积出来 这个是2π 2π就跟这个 4π约到这边的2 2R 然后再积分这个 这个R平方可以提出来 这个R平方 提出来先跟这个约掉 然后就积 所以Sinθ Dθ over 根号 这个值 积出来是这个 这个积分是这个 然后 θ是从0到π 我们把0到π带进去 那么0带 π带进去 这个是 负1 就是Z平方 加2平方 加2ZR 就是Z加2的平方 开根号 就是这个 0 这是等于1 就是Z平方 加2平方 减2RZ 它就是Z减2的平方 开根号 就是这个 然后把这个 Z约掉 这2R 2R跟这个R约掉 所以它就变成 4π Epsilon Z 分之Q 你看 这个值 正好是什么 就是Q 在球星产生的 potential 所以说 点电荷Q 在这个球面上面 产生的 电位 它的平均值 那等于 Q在球星产生的 电位的比均值 那你 另外还有电荷的话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这就证明说 假如 这个是它的边界的话 这个边界里头的电位 是这个边界上面值 这是球面 它是平均值 如果不是球面的话 就是说 这个值不可能比 面上的 最大电位的值来得大 也不可能比面上某一个 最小屏 电位值来得小 这点就跟 一维的 也是一样 一维 二维 都有这个特性 第八页 我就 重新录到这里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再看 The Laplace Equation 另外有一个 很重要的 一个定理 就是唯一定理 唯一性定理 Uniqueness Theorem 它就是说 我们解Laplace Equation的时候 必须要满足某一种的边界条件 在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而解出来的Laplace Equation 它的解只有一个 V的值只有一个 它不会又是这个值 又是那个值 不会 我们证明的 底下证明出来 加定这个是某一个空间 体积是Tor 边界是S 在边界上面 有特定值 这就是它的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就是说 我边界上的potential 是某一个特定值 就是某一种常数 当你解这个 Laplace Equation的时候 它的解 V解出来 当然要满足 边界条件 这个时候 只要满足边界条件 你解出来的这个 这个电位 就只有一个值 不会又 又是这个 又是那个 那现在呢 我们就 要证明这个 我们就假设好了 这个空间 解Laplace Equation 配合边界条件 某一点的电位 有两个值 就是说 这一点的电位 又是V1 同意这一点的电位 又可能是V2 可能是V1 可能是V2 或者说 又是V1 又是V2 那么 我们说 OK 那你现在 这个 V1 V2 都是 从Laplace Equation 解出来的 所以它们一定能够 满足Laplace Equation 所以你把它带到 Laplace Equation 去呢 Laplace V1 等于0 Laplace V2 等于0 好 我们现在 另 V3 等于V1 减V2 就是说 这两个值 同一点的两个值 不一样 好 那么我们就设定 它的差 是另外一个值 我们称它叫做 V3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 V3 带到Laplace Equation里头去 Laplace V3 就是Laplace V1 前的Laplace V2 这两个都是0嘛 所以减一减还是0 也就表示说 Laplace V3 也等于0 也等于0 那就是说 你这两个值的差 也满足Laplace Equation 好 这两个值的差V3 也满足Laplace Equation 那现在我们就 把这个位置 移到这个边界上来看 V3如果在边界上面 边界上因为V有特定值 所以在边界上 不可能 它的V1跟V2 不可能是两个值 一定是一个值 因为它有特定的值 边界上它是 有特定值 所以 在边界上面 V3是0 因为边界上面 V1等于V2等于特定值 如果边界上的 V3等于0的话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理论 就是你这个当中 就是因为V3满足Laplace Equation 所以这个当中的V3 不可能比边界值大 不可能比边界值 更大的电位 最大的电位更大 也不可能比边界上面 也不可能比边界上面 更小的电位更小 可是现在我们 边界上所有的这个值 V3 没有最大也没有最小 通常最大也是0 最小也是0 那你这个当中的值 那你这个当中的值呢 不会比0大 也不会比0小 那么它就只有等于0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中的V3的值 就等于0 好 这个值等于0 因为V3 在当中它是V1减V2 那V3等于0了 那V1减V2等于0 那就是V1等于V2 也就是说 你刚刚说这一点 可能又是V1值 它的值可能是V1 又是V2 现在证明 V1跟V2一定要相等 所以它只有V1的一个解 好 我们刚刚是解Laplace Equation 如果是Poisson's Equation呢 在这个特定空间里面 在这个空间里面 如果有电荷密度的分布 我们要解V的话 你还是要积分两次啊 对不对 好 我们说 这个时候 如果边界条件是 特定值的话 你解出来的V 还是只有 唯一的一个值 有唯一性 好 为了证明这个 我们技巧跟前面完全一样 跟解Laplace Equation完全一样 我就假设 这个当中的 Laplace Equation的解 有两个值 有两个值 这个值跟这个值 就是V1跟V2 那V1跟V2 就有两个解V1跟V2 那V1跟V2都是它的解 那么当然满足 Poison's Equation 那么我们就另 这两个值的差 就同一点的两个电位差 等于V3 那么把这个V3带到 Poison's Equation里面去 就是我们不是把这个 用一个Laplace Operator 来Operate 它就变成Laplace V-Laplace V1-Laplace V2 这个是这个值 这个是这个值 那就是0 那就表示 它的Laplace V3 就是任意某一点的 电位的两个值的差 V3 满足Laplace Equation 在这里满足Laplace Equation 那么我们又看这个边界上面 V有特定值 对不对 V1一定等于V2 所以在这个边界上面的V3 一定等于0 处处都是0 处处都是0 所以你这个V3解出来的话 它的值 不会比边界大 也不会比边界值小 那就是V3等于0了 V3等于0 那就是V1要等于V2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证明出来 同一点 它的电位 应该是同一个值 好 再来我们就要看电场的 解电场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高斯定律 解高斯定律 解高斯定律 解高斯定律呢 它是Divergent 1等于Rho over Epsilon 0 Divergent 那你要积分 也要积分一次 一次 那也要配合边界条件 如果你配合边界条件 写出来的 它这个电场 在这个当中任何一个值的电场 只有一个值 就是唯一性 我们要证明这个 好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空间呢 很大 它的周围 把这个空间全部包在里头的 外围的表面 我们称它叫做边界S 这是边界 外围的边界 那这个空间里头有好几个地方啊 是有导体的 这个导体不见得像我画的这样 有规则啦 它可能是不规则的 每一个导体呢 上面都带有一定的电量 这个是带 电量Q1 这个是Q2 这个是Q3 好 边界上面啊 我们假定 这个边界的电位 是一个定值 是某一个特定的定值 那这个导体跟这个空间 它也有边界啊 就像这个 这个画得比较清楚 这个就是边界 这是导体跟这个空间的边界 因为这个导体上面的电量是固定的 固定分布 这是静电荷 已经分布好了 所以整个导体都是等位体 它有特定的电位 它有特定的电位 这个也有特定的电位 那么 它的表面也有 它的边界 就是它的表面啊 也是同一个电位啊 电位也是固定的 好 我们假设这个区域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当中呢 有电荷密度的分布 它的总体积是头 好 那现在我们 在这个当中 在这个当中 要解 高斯定律 我们说解出来的高斯定律 只有一个解 那我们 那我们为了要证明这个 我们故意假设 就是说 同一点 它的电荷值 又是E1 又是E2 就两个值 因为这两个值 都是高斯定律解出来的 所以它满足高斯定律啊 你把它带进去 就变成这样子啊 那么 也是用相同的技巧 我们把同一点的 我们把同一点的 两个电荷值相减 就是这个电荷值的差 令它等于E3 然后再把这个式子呢 做一个Divergent的一个Operate 就变成这样子 那再把这个带进来 这一项带进来 它等于0 那就表示Divergent E3 要等于0 Divergent E3等于0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闪度定理 Divergent E3 对这个体积tog 来做一个体积分 它要等于什么 等于E3 就是这个面 这个OS就是这个面上面 这个面外围的表面 还有包含导体的表面 这些面上面 E3 Dot DA 就是对这个面上面的E3 做面积分 这个要相等 这就是Divergent Theorem 以前我们是没有讲这个里头有导体了 所以只有外围的这个表面 现在不是 现在这个区域啊 外围有一个S 它里面也有导体 又有界面 所以这个我们就OS OS 就是所有的边界的表面 这是积分 所有表面积分的表面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横等式 这个横等式 Divergent V3乘上E3相量 等于V3 Gradient都有E3 然后再加上E3 Dot Gradient V3 但是我们前面呢 这一页的前面不是证明过了吗 Divergent E3等于0 因为E3就是代表 这两个点有两个电场值 这个电场值的差嘛 我们前面证明它等于0嘛 这个是0了 那只有这个值嘛 对不对 而E3是等于负的Gradient V3 所以 这就等于负的E3Square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看 我们把这个值做一个体积分 对这个体积来做一个体积分 它要等于V3E3 Dot DA 就是Divergent Theorem 这是体积分 就等于这个项量 对这个表面 所有的面 外面的表面 跟这个 金属体的表面 做面积分 OK 而这个积分呢 就是-13平方的体积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值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值 好 现在 这就是上一个例 上一个式子 好 我们现在啊 把刚刚这个表面 把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表面 把体积扩充到无限大 体积扩充到无限大 就是它外围的表面S啊 现在变成无限大 就在无限远了 在无限远的话 那么这个表面上的V3呢 就Approaches Zero 因为你所有的电荷 都是其中在有限的区域啊 好 我们电荷分布就是刚刚那个区域啊 你现在把这个体积变无限大 你电荷还在那个区域里头啊 在无限远的地方 看你这个有限区域电荷的分布啊 那这个电荷就像点叠荷一样嘛 在无限远的地方 产生的电位就是0了嘛 所以在表面上 在外围表面的S上面 V3是0 这要记得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这个就是这个是0了 就是这个 这个积分里头 V3是0了 这是对什么来说呢 对这个外表面来说 是0了 如果这个等于0的话 那这个积分就是0啊 就是对外面的S积分 这个就是0啊 好再看这个 各导体上面 导体跟这个空间的表面 界面 因为表面上的 因为这是导体啊 导体上是个等位体啊 所以当你这一点 空间的这一点 算在导体的表面上 因为导体的表面 属于导体内部也属于导体外部 也属于这个空间啊 那么它这两个子一定相等 因为它是个导体 等位体 所以在导体的表面呢 你这两个电位的积分呢 这两个电位的差一定是0嘛 所以导体的表面V3也是0 那你看看 外围的表面V3也是0 在这个体积里面 在这个体积里面 各导体的表面 V3也是0 那因此这个就是0了 OS 所有的表面上面的值 这个都是0 因此这个积分就是0 当这个积分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就说这个积分就是0 因为你这个是0嘛 那即便说这个 右边这个积分也要是0 那右边这个积分呢 是任意一点的 电位的差 我们是假设它 起初加上有两个值 它不是0 积分的值 可是这个积分一定等于0 那这个积分是什么意思 就是E3的平方 任何一点的 E3的平方 乘上小小的体积奇数 全部加起来等于0 这个都是正值 体积当然是正的了 那E3的平方也是正的 那无穷多个正值相加起来 怎么可能是0呢 如果里头有负值的话 有正有负 加起来还可能有0的希望 你都是正值怎么有0呢 那除非是怎么样 E3是0 因为体积不可能是0 E3是0 那就表示 V1要等于V2 E3是0 E3是0 E1就等于E2 那就表示 高斯定律的解 也是有唯一性 以上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用解Lablass equation的时候 那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Lablass equation的解 因为它要配合边界条件 它的解不会比边界 最大的边界值更大 也不会比最小的边界值更小 最大的就是解Lablass equation 它的电位最大值跟最小值 都一定发生在边界 第二个就是要注意 我们解Lablass equation的时候 配合边界条件解出来的 电位只有一个值 不会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解Poeson equation的时候 也是相同 你解Poeson equation的时候 它的值是唯一的 它电场的值是唯一的 然后解Goslo 解Goslo的唯一分是 解出来它的电场值 如果配合边界条件的话 也是唯一 也有唯一性 这个我们要记住 底下我们就来看一个特殊的方法 叫做影像法 Method of Images 我们首先看这个 就是说很早就会有 就有这种解法了 我们看 假定这个虚线所画的这个面 这个面 代表是一个无限大的 导体平面 而且是接地的 无限大 我们不可能画成无限大 假定它 我这个画虚线就表示 它的边界 其实都在无限远 它是一个接地的 接地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无限大的平面 到底平面 它的电位等于零 电位我们永远设定它等于零 好 我们让这个无限大的导体平面 在尼卡尔坐标的XY平面上 现在我们 假定这是它的Z轴 XYZ 在Z轴上面 距离 距离 平面 垂直距离为低的地方 低远的地方 摆一个点电荷Q 摆在这里 现在我要问你 这里一个点电荷 它这个周围一定会 这个空间一定会产生电场 跟电位 对不对 那你要求电位 又要求电厂 你现在要怎么求啊 你现在要怎么求啊 那我们试试看 我们过去讲的方法 求电位跟求电厂 如果电位容易 我们先求电位 像这个 可不可以用 点电荷的电位 这种电位 由它产生的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不止它一个 你这里摆一个电荷Q的话 这个导体平面是接地 对不对 它的电厂 会在这个地方感应出一堆的负电荷 假如它是正电的话 感应出一堆的负电荷 分布在这个表面上 怎么分布我们不知道 所以它不止它一个电荷 这里也有电荷分布 这个电荷分布我不知道 它怎么分布啊 所以以前的方法 点电荷的电位 电厂不能用 用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电厂也不能用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电荷怎么分布啊 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跟电厂也不能用 当然高时定律也不能用 因为它没有对称性 那怎么样子求呢 如果说解Laplace equation可不可以啊 解Laplace equation非常的麻烦 因为这是三维的问题 三维的Laplace equation 在这个地方解 非常的不容易 通常我们解Laplace equation的时候 都是在它的边界 有某一种规则性的 形状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合适的座标 比如说迪卡尔座标 球座标 或者是圆柱座标来解 现在这个呢 它的边界 不是某一种规则性的 这是无限大的平面 但是这里还有无限大的空间 所以Laplace equation 也不容易解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 理论上是可以解 就是说你实际上 解得出来解不出来是另外一回事 理论上是可以解 照理论上 如果是解出 由Laplace equation来解的话 那这个当中任何一个地方的 电位 它的值是唯一值 唯一值 好 现在我们 从前学的方法 都用不上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另外想办法了 这个办法 只是我们 把过去的这些 方法稍微改良一下 并不是突然就发明一种 从来没有人想过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就想来看看 我们现在用的是 所谓的影像法 影像法 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再开始讲 影像法 好